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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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有聽說產品責任險 產品責任就是我 商人嗎 我賣保險 賣完保險之後 賣商品之後呢 我的商品對我的消費者 產生了損害 產生了傷害 然後呢 向我索賠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跟我的 產品責任險保險公司怎麼樣 去請求理賠 那產品責任險它的承保方式都是這樣 都是一年一千 大部分都是一年一千 所以像我接觸到的那種產品責任 也都是一年換月一次 然後 它會怎麼處理呢 它會這樣 假設這是民國80年買的 然後一年保險期間 所以這是81年 然後這是82年 就是每年買一次 83 84 一直到 假設100年 好 那 有一些產品責任喔 如果你今天採的是這種損害事故基礎說的話 那 一定要損害事故發生的當下 你就認定保險事故發生了對不對 好 重點在於說有一些損害事故喔 不是像車禍這樣這麼顯而易見的 想想看喔 你有沒有覺得 最近我們都 然後 快要被一些 呃 宣導搞死 你不覺得嗎 像很久以前 都會講說 你要多吃維他命E 對 類似這樣 然後過後就跟你說 不要一直吃維他命E 都會有一些說 某一個期間都跟你講說 你要一直吃什麼東西 才會健康 然後過一陣子就跟你講說 不要吃太多 很多啊 這種新聞就一大堆 所以你弄到最後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該吃什麼 好 那 很多東西像這樣 像產品責任險喔 尤其是像藥 那藥你吃的當下不會怎麼樣 你不一吃然後 毒發馬上身亡 因為你又不是吃毒藥 你是吃比方保健品啊 或者是吃一般的藥物 但是過了十幾二十年之後發現 假設 欸 吃這種藥會導致癌症 好 那我問你喔 那個如果你才損害事故基礎說的話 你的損害是什麼時候被造成的 就你吃藥的時候啊 可是你吃藥進去的時候 你的身體造成的損害你沒有發現啊 你不知道 你的身體被受到損害了 所以你可能過了十年二十年之後 才赫然發現說啊 有一堆人都是因為吃了這個藥 然後都罹患了某一種疾病 所以就產生了 產生什麼 類似集體訴訟的概念 好 那不只是 像產品症癌 像以前 那個什麼 有一個東西叫 有沒有寫啊 沒有沒有 我記得有一個 很有名的 腸尾風險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吸入性的 一個吸入性的 泡棉類的東西 好 就是說吸到一種 吸入性的一種化學物質 好 然後過了十幾二十年之後 會發現你的肺部會產生病變 然後這個東西呢 可能通常要潛伏一二十年才會發現 所以在使用這個東西 當下你根本不會知道 它對你造成的損害 那我們所謂的腸尾風險 它的概念是長這樣 假設齁 你一個藥 或者一個產品的使用 或者是你吸入了某個東西 的時間點在這裡 80到81年的這張保單 這保單呢 我們就是 給它 A 在A張保單的時候呢 發生了損害事故 發生損害事故 發生損害事故 然後 假設齁 在 90年的時候好了 我們在90年的時候 89到90的這張保單 鎖賠 為什麼這麼久才鎖賠呢 是因為這時候才知悉 這時候知悉損害 你看齁 它已經過了大概10年的時間 這時候才鎖賠 那問你齁 如果你採 損害事故基礎說的話 這個時候鎖賠喔 問你出險的是哪一張保單 出險的是哪一張 A啊 為什麼 因為我認定 所謂的保險事故 是損害事故發生時 對不對 那我就要看 損害事故是落在哪一張保單的時間內嗎 是落在A張保單 就10到81年的這一張保單內 所以真正出險的是A的這張保單 好 那這樣到底會保險公司會有什麼影響呢 來齁 重點就在於 我們通常這種產品責任險喔 我們每一年買 都會跟同一個保險公司買 通常都是這樣啦 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會一直跟同一間買 保險公司跟你配合不錯 他也懶得說什麼 阿不要我不成保了 通常都會同意用原條件 然後繼續去承保 好 那現在就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當時喔 A張保單借滿的時候 也就是81年的時候 我要買第二張保單 這張 我要買的時候保險公司 他會怎麼 估算保費 你覺得 他會看去年啦 就看去年你的產品狀況怎麼樣 你去年很好喔 都沒有人來跟你要錢 好 所以我就用原條件來承保 然後呢 那92年要再評估下一張保單的時候 他會看什麼 看前兩年 就是這一年跟這一年 結果發現這些喔都不錯 你的賠 那個真正發生賠償的那個損失喔 幾乎沒有都很低 所以他就一直用很低一點的保費 然後去承保風險 然後一直承保 八十九年到九十年的時候 突然把炸了 一堆人來索賠 好那問你喔 你有沒有覺得這段期間喔 的保費其實有少收 有沒有覺得 有啊 其實有少收啊 因為搞不好 這時間也有損害事故 這時間也有 這時間也有 都有 但還沒炸而已 好那對保險公司來說 這完蛋了 因為我一張保單喔 他到底有沒有發生 保險事故喔 我不知道耶 我要過好久以後才知道 過好久以後 我才會確定說 這張保單到底了結了沒 因為 以保險公司立場來說 我當然會希望說 我把九十到 八十到八十一年的 這一張保單喔 拿來當作認定 你的賠率的基礎 我一定是認為 他的損害已經了結了嘛 他的風險已經了結 我拿來評估才會精準 可是偏偏不是啊 如果你才損害事故發生說的話 這個損害事故發生 這個損害事故發生 可能你當下沒有察覺 所以你也沒有評估到這個風險 也沒有評估到這個損失 你就繼續用原本的條件去承保 一直到八十九年 九十年以後 你才發現說完蛋了 當時的保費少算 而且是這十年都少算 所以有沒有可能 這個損害事故呢 爆在這時候 然後這個損害事故 爆在這時候 就從九十年開始 一路爆 好那完蛋了 後面這保費 這一段時間的保費 都是收不夠的 都是收不夠的 因為你賠都在賠 前面保單的出現 那這個就叫償偽風險 償偽風險的意思就是 保險人所應付的理賠責任 長期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 好 好所以你看那個 損害事故 有時候並沒有那麼容易察覺 尤其是像這種 產品瑕疵 環境污染 工傷意外等 然後呢 持人損害事故 在自身損害以後 會經過一段時間 才會被察覺 你有沒有覺得那個什麼 產品瑕疵 環境污染跟工傷意外 那個跟某個東西很像 念民宿不是有念到嗎 念民宿 就是念到那個 這種保險 這種損害事故怎麼樣 邱仁公老師不是有說 他是一個集體訴訟 然後通常會具有潛伏性 對不對 這種類 這些種類說通常都會有潛伏性 好 然後呢他說如果 損害事故發生在保險期間內 而保險期間中療後 數年以後才發現 當時有出險 那保險人喔 他的結算的這個保險契約 就必須要重新拿出來理賠 會導致什麼 保險契約 保險契約 對所承擔的風險 不斷延續 難以結算 會造成精算上面的困難 跟財務的不確定性 這個喔 就是所謂的常危風險 所以這一整段話 其實你在考試的時候 都可以把它洗上去